嗨 大家好 我是林怡琴醫師 因為有網友在我的留言區留言 希望有一集影片可以來介紹 透明的陶瓷矯正器還有影視鎂的差別 因為他現在在考慮說要使用哪一種矯正方式 所以我這支影片就會來比較 透明的陶瓷矯正器還有影視鎂 它的矯正機制還有它的優缺點的比較 還有它價位的差別以及矯正時間是不是有影響 那我們話不多所以我們就趕快來開始今天的內容 陶瓷的透明矯正器還有影視鎂 主打就是它比較美觀 在美觀度的比較上 影視鎂套的美觀性還是會比上矯正器還要不明顯 因為雖然說是陶瓷的矯正器 不過在矯正的期間 中間還是會有一條矯正的金屬的主線 現在有一些白線 可是別人如果仔細看還是會看得到 我會給你們看一看 你們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我會有 紫蘭的矯正器 陶瓷其實並不會很顯眼 如果跟整口的上金屬的矯正器比的話 陶瓷矯正器已經有一定的美觀程度了 甚至別人遠遠的看你 其實它不會注意到你有上矯正器在矯正牙齒 另外還有一點要注意的就是 陶瓷矯正器又分傳統的陶瓷矯正器 還有開蓋自鎖式的新型矯正器 譬如說Demon Clear 它就是屬於新型自鎖式的陶瓷矯正器 陶瓷的本身其實不會染色 可是如果你上的是傳統的矯正器 它還是需要每顆牙齒用橡皮筋 把矯正的主線固定在牙齒上 或者是用ElectroWire 如果是使用橡皮筋 如果是透明的橡皮筋的話 它也是會染色的 所以可能就要避免吃咖哩的一些食物 如果是像傳統的陶瓷矯正器 其實還是會有一些橡皮筋容易染色的問題 需要比較注意 那如果是影視美的話它的優點就是 當你把你的塑膠的牙套拿掉之後 大部分人是沒有辦法發現你在做矯正的 不過要注意一點 就是如果說隱形牙套的矯正器 還是可能會有帶上下鱷的二肩橡皮筋 或者是說如果你在前牙的部分 為了輔助牙齒移動 有黏一些樹脂的小痘痘的話 其實即使牙套拿下來 別人很仔細的看 會覺得你的牙齒的形狀好像怪怪的 可能像牙齒上黏著一個範例的感覺 不過實際上 除非很仔細的看 否則是真的也不會注意到你在做牙齒矯正 陶瓷的透明矯正器還有隱形牙套 它移動牙齒的濕力的機制是不太一樣的 上矯正器的方式 它使用的是一種對牙齒的拉力 來把牙齒拉到我們想要的位置 可是隱形牙套它不一樣 它是一系列的牙套 然後慢慢把牙齒推 用推力推到一個它想要的位置 所以一個是拉力一個是推力 就是因為這個使用力量的機制不一樣 所以在某些移動 上矯正器會比較容易 在某些的移動 用隱形牙套又會比較容易 先來講上矯正器的部分 上矯正器的話 對於一些比較大的拔牙空間的關閉 還有開咬 還有一些牙齒牙根跟牙罐的角度的控制 會比隱形牙套強非常的多 那這一點其實在亞洲人的矯正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把小舊齒後退前牙的這種案例 尤其是你的前牙又很整齊的時候 因為當你在做大量的前牙後退 為了要改善嘴凸做大量的前牙後退的時候 牙齒的角度必須要控制得很好 不能讓牙齒是呈現內勤的狀況 所以在這一點 上透明矯正器的方式就會好控制很多 隱形牙套比較厲害的地方 在於說因為它是一個推力 所以它在做一些擴弓的時候 也就是我們要把上額的牙齒往側邊擴寬 因為我們要把牙齒往外推 所以它在做擴弓的時候 它的能力會比上矯正器還要好 那擴弓的目的是什麼 擴弓的目的其實也是為了多提供一些空間 把牙齒排整齊 可是如果說是在成人矯正的話 因為骨頭發育已經完成了 所以它擴弓的量其實是有一個限度的 所以如果說你是成人矯正的話 它並不能完全取代某些需要把小就齒的案例 再來我比較兩者在牙齒清潔的方面上 當然這一點絕對是隱形牙套大盛 因為隱形牙套是可以直接把整個牙套拿起來 然後可以像平常一樣的刷牙使用牙線 所以它的清潔非常的方便 如果是上透明矯正器的話 你還是要使用超牙線來清潔靈牙接的空隙 因為隱形牙套比較容易清潔 所以大部分做隱形牙套的人 它在矯正期間它的蛀牙的機率 還有它的牙齦發炎的機率 都會比上矯正器還要低 那這一點我覺得也是非常的重要 可以拿上拿下這一點 這既是它的優點又是它的缺點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可以把牙套拿下來的時候 你在參加一些重要的場合、重要的聚會 比如說兒子女兒的畢業典禮 或者是自己的一個很重要的演講的時候 或是朋友的婚禮的時候 你可以暫時把它拿掉 還是可以笑得很漂亮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優點 可是它為什麼說它也是一個缺點 因為如果說這個病人戴牙套的配合度不高 他可能一天拿掉牙套的時間很長 它這個矯正是註定會失敗的 那如果是上牙齒矯正器的方式的話 它是一種強迫配合 也就是說它因為牙齒矯正器是直接黏在牙齒上 病人沒有辦法把矯正器拿掉 所以它一定會有進度 原則上矯正醫師幾乎控制的這個牙齒矯正會不會成功 可是如果是在隱形牙套的方面 病人有沒有戴牙套 幾乎會左右這個牙齒矯正有沒有成功 所以戴隱形牙套的病人它的配合度一定要很高 原則上一天需要配戴牙套20到22小時 如果沒有配戴這麼長的時間的話 牙齒矯正它會失敗的 接下來我要澄清一點 我在網路上常常看到很多人說 做隱形牙套會做得比較慢 其實我覺得並不會這樣子 這要看你做的是什麼樣的牙齒移動 也就是我剛剛有講的 如果你做的一些移動是隱形牙套的強項的話 比如說擴工 還有一些簡單的牙齒排列的話 如果病人的配合度好的話 隱形牙套甚至會比上矯正器的方式還要快 那為什麼台灣的病人會覺得 做隱形牙套的期間比較久 我覺得主要原因是 如果說是拔牙矯正的話 我覺得隱形牙套的時間會比較長 因為在拔牙矯正的時候 需要關閉這個空間很大 那對於大空間的關閉來說 就不是隱形牙套厲害的地方 因為當我們在關閉一個大空間的時候 隱形牙套很容易讓這個空間前後的牙齒傾倒 那我們需要額外花時間 把這個前後的牙齒再扶整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做隱形牙套 它後來的一些牙齒的微調 會花更多的時間 可是如果是不拔牙的案子的話 我覺得因為沒有這麼多牙齒的副作用出現 而且牙齒基本上不會off tracking 也就是牙齒的移動會遵循著牙套規劃的方式移動 不會有牙齒跟牙套不密合的狀況 那另外隱形牙套會花比較多時間的 除了關閉比較大的牙齒的空間 還有如果說它的全齒或小舊齒 它本身的扭轉比較大的時候 因為隱形牙套它很難把單根的牙齒抓握得很好 把它轉正 所以它也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還有一個狀況下 會造成做隱形牙套時間比較長 是因為通常在排整期牙齒的時候 我們很怕前牙有前撐的作用 它會讓嘴巴看起來比較凸 台灣人不喜歡嘴凸 所以在隱形牙套的規劃上 我們需要做序列性的牙齒後退 什麼叫序列性的牙齒後退 它就是在牙齒排整期的時候 它要先把舊齒往後推 舊齒往後推之後再把全齒往後推 全齒往後推之後再把前牙往後推 它不能夠一次加所有的牙齒做移動 所以在隱形牙套的規劃上 它需要慢慢的把牙齒排整齊 同時慢慢的把牙齒往後做移動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在台灣做隱形牙套的牙套數目都會很多 整個戴隱形牙套的過程會拉得比較長 那這一點其實有辦法克服 也就是說可能合併使用一些骨釘 當一個強力的卯定的裝置來後退牙齒 你可以縮短一些做隱形牙套的時間 排除了這幾項之外 如果說病人只是想要把牙齒排整齊的話 我並不覺得隱形牙套它花的時間會比較長 甚至在某些案例是比上矯正器還要快的 最後總結一下我個人的建議 如果說今天你是同時適合使用上矯正器 也適合使用上隱形牙套的方式做牙齒矯正的話 你的預算又比較足夠 我會建議選擇做隱形牙套 因為光是牙套可以拿下來做很好的牙齒清潔這一點 我就是沒有任何其他矯正方式可以媲美的 它可以讓你在牙齒清潔的維護上輕鬆的非常多 那我今天對透明陶瓷矯正器還有隱形牙套的比較就到這裡囉 如果你有任何疑問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詢問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留言訂閱按讚分享 還有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